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2023年1月11日 南韩足协回应医务人员争议 针对孙星民私人理疗师安德珠 在世界杯结束后炮轰南韩足协的言论 南韩足协对此做出了回应 世界杯期间 南韩的一些球员找到南韩足协的国家队负责人 要求将医务组长A某立即开除 理由是A某反对安德珠加入医务组 球员还表示 来到卡塔尔的五名足协医务人员中 有一人没有相关资格B某 但依然还是将其雇佣 因此足协是在说谎 以没有相关资格的名义故意排挤安德珠 但事实上 医务组长A某并没有反对安德珠加入医务组 而是因为安德珠一开始就未向南韩足协报名 也不满足拥有资格证的条件 所以南韩足协经过研讨后没有用它 即便球员们要求 但足协也没办法雇佣为参加招聘公告的无资格者 球员们所称的B某没有相关资格正确时是事实 但B某和安德珠的情况不同 南韩足协与B某在2020年续约两年 当时有关资质相关的法令还没有实行 从2021年2月开始实行 所以后来再签订的合同才重新要求具备相关资格 原先签订的合同到期前B某的合同是2022年底到期 如果不能取得相关资格就无法再与足协续约 B某在去年12月参加了理疗师的考试病最终合格 南韩足协对于安德珠在没有依据的情况下 就在个人设媒公开质疑足协和医务人员的行为表示遗憾 南韩足协很清楚球员们信赖的安德珠 为球员们付出了很多努力 但不管他专业能力如何 他对于国家对医务组的言论和向球员们灌输反对意见 在法律上是不妥当的 这最终导致了球员对于国家对医务人员的不信任 给球队的管理带来了很大的混乱 虽然只是吉少部分球员 但他们向医务人员和足协管理人员发表不恰当的言论 显然也是没有经过深思熟虑的行为 感谢你收听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感谢你的支持并订阅我们的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